來看診 就是詢問這些問題 基本上他們都是比較身材矮小 一些身材矮小的人 當然我們來很重要就是要給他評估 看他背後有沒有那個疾病存在 大概身材矮小的原因 我們歸納起來大概這些 有所謂的原發性 原發性的話 如果像這一些很重大的疾病骨骼發育不良 像那個玻璃娃娃或者其他斬射體的異常 有一些先天代謝異常 其他的症候群 這些常常我們比較很容易就給他篩檢掉 比較我們臨床上大概會注意到的就是 常常會長期來評估的就是這一些情況 我們認為他身材矮小 很多是這一些情況 比如說家族性矮小 這是完全遺傳就是 父母本來就是很矮小的 或者叫做晚發育青春期的延長 他現在來看的時候 也許比同齡的 看起來百分比 哀小很多 但是呢 他的成熟度呢 也很慢 比如說一個九歲的人來 評估起來他的成熟度也大概只有六歲 七歲這樣子 這一種就是屬於晚發育青春期 人家說 有一個說 看起來長大了 就是別人長到十二三歲 也許停止生長了 他這一群可能到十七八歲還在繼續生長 有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好好的評估 常常有一個一些錯誤的治療 或者怎麼樣 容易發生在這一些人的身上 另外就是性早熟 相對於這個晚期發育青春期延遲的 就是一個相對性的性早熟 他太早成熟了 七八歲的時候 比同齡的人長高很多很多 但是到了十歲、十一歲、十二歲 他停止掉了這樣子 這種由於他的性發育太早 引起的這個最後他身材比較矮小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臨床上常常 這一些人會比較長期的追蹤 就是這一個族群 另外基於發行的就是 大概有這一些 比如說來看就是營養不良 或者有長期的慢性病 這一些也都很容易把它 在初步的檢查很容易把它排除掉 比較那個就是 比較要深入檢查的 就是像內分泌的疾病 像腦下垂體的功能比較不足 裡面也有單純的甲狀腺機能低下 生長激素缺乏 另外有一種會矮小的 也是最近十幾年來 才被非常重視的 就是所謂的IGF1的缺乏症 類胰島樹的生長因子 這個等一下會再做簡單介紹 個案來了以後 我們大概會做一些評估 第一個當然要準確的量 它的身高體重 先評估一下 我們發上生長曲線 生長曲線看它露在一些 平均發育的怎麼樣的一個點 算出它生長速率 生長速率就是 它每年生長這樣子的速度 到底是夠或者不夠 就是生長速率 另外我們也要對它青春期等級的評估 我們所謂的tina stage就是 根據這個小孩子的性增發育的 這個程度 來給它做一個等級的一個評估 我們知道我們在寫病例的時候 常常也會描述到 它的乳房發育到怎麼樣有多大 它的主因是什麼顏色 它怎麼樣 它的鷹毛的散布是怎麼樣 這個是很詳細的描述 我們是不這樣子的 我們如果在專頁的上面 我們寫tina stage級 馬上就會知道 它那一些特徵的分布是怎麼樣的 我們沒有 不需要做特殊的描述 這就是在我們的紀錄上 會用tina stage來表現 還有也很重要就是古靈的評估 古靈也就是看它現在骨頭成熟的速度 是怎麼樣 跟它實際年齡相比 它的古靈是超過或者是比較慢 這些也會這種評估 對它以後還有多少的生長空間 還有多少的生長時間 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參考 另外就是營養的評估當然沒有說什麼特別 簡單看有沒有評學怎麼樣 一些沒有特別的家族史也很重要 有些時候要問一下 就是它的父母進入青春期大概是什麼時候 母親大概什麼時候月經來 父親什麼時候開始變聲音或者長猴姐什麼 他們印象記得到了他們如何進入青春期的階段 因為這一種進入青春期 這種性發育的年齡的那個階段 常常也有體質上的遺傳的因素存在 然後我們會盡量找出其他會影響生長的問題 按來我們會做哪一些的檢驗呢 抽血檢驗看看有沒有貧血感染 有沒有一些電解質 鈣齡這些代謝有沒有什麼不正常 有沒有甲重線的問題 抽血檢驗甲重線厚膜大概會檢查 現在就是很方便的我們還沒有 因為生長激素的檢查比較複雜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常常會先檢查它的IGF1 這種所謂的對胰島素生長因子 這種東西的高低常常可以作為 它生長激素是不是有缺乏的一個簡單的參考 另外就是性荷爾蒙的檢驗 看看他現在性化育性厚蒙的分泌到什麼樣的階段 另外有一些特殊的外觀的人 他可能要做染色體的檢查 或者女孩子呢 我們擔心有透納式症候群這一種 也是會常常長不高的 這些就比較需要做染色體的這個檢查 另外有一種最近幾年才被提出來就是 有這個基因缺失的人 他真的確實是長不高 有這個基因 現在可以檢測這個基因出來 像這一種基因缺失的人 他也有很奇特的一些外觀 可以可以 另外就是尿液的檢驗 當然我們要看他生長的數率 比如說他現在是幾十 他最近一年生長多高 是正常還是不正常 我們稍微要了解一下就是說 我們出生以後呢 生長的速度大概是怎麼樣 大概出生的時候第一年是生長最快的 大概平均有25公分左右 出生一歲到三歲之間呢 大概有一年平均有10公分到15公分左右 三歲到青春期之前呢 平均大概有6公分左右 到了青春期的話 這個階段就差異性就很大了 有的人還是在平均6點幾公分 有的人可以長高到15公分左右 就是看那個階段怎麼樣 好好的處理生活的作息怎麼樣 這些就會影響這個階段 所以他今天來評估說 這一年長多高 你要了解他現在年齡是多少 是不是符合這個年齡應該有的 那個生長的數量是怎麼樣 像這個我剛才講的Tynos Tynos Scale 就是我們根據那個像男生的話 一樣就是有陰毛的分布情形 睪丸的大小 陰近的長短 陰近的長短差異性比較大 一般就是以睪丸 睪丸的生長的那個size來做評估這樣 女孩子的話有胸部 也是一樣有陰毛的這個分布情形 我們來做評估 看他是怎麼樣的那個寫出來 然後那個個案來了以後 我們會做一些預估 就是我們如何預估他長高以後 常常來問說我這個小孩子以後會長到多高 基本上我們有兩個評估方法 一個是根據遺傳的 根據遺傳就是單純以遺傳來講 我們那個專業上稱為叫做標的身高 target height 就是他那個目標應該有多少 他的算法就是如果男孩子的話 就是父親的加母親的加11除以2 他的誤差可能這個遺傳影響 可以加減7公分 女孩子的話 父親加母親減11公分 再除以2加減5公分 他的誤差範圍是這樣子 如果偏離這樣子的範圍 就是比較有問題 這是以遺傳因素來 當然這是一個參考 那個變數是很大 變數是很大 比較接近那個預估的就是依據古靈 依據古靈來預估他的身高 以後他成長的身高會有多少 依據古靈的話我們可以看出 他現在的古靈大概是什麼階段 男孩子的古靈 他的生長版什麼時候會close掉 女孩子會多久close掉 他還有多少的生長時間 再依據他過去生長的這個速率 這樣子來提估 預估他的身高會有多少 當然這個古靈常常也會變 有些時候他的發育成熟的速度再加快 今天評估是這個樣子 可能他在以後六個月 經過六個月的時間 他的古靈突然以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在飛進的時候 這時候又要另外做那時候的矯正的評估 我們古靈 大概大家都耳熟能詳都知道什麼古靈 我們古靈的評估方法 目前就是有兩種方法 一種叫做Grid and Pyre 就是GPU MESO 就是很早就有提供出來 他們就是收集很多正常年齡的這個 這個古靈的圖片 男生女生這樣子 你把你要受監者的X光片照出來 然後跟他比較 你大概是屬於什麼樣的年齡層的這個 這個相對是在什麼樣的年齡層 做這樣子的一個比較 然後來做判斷 當然我們常常在看這個片子看久了 我們不必拿那個Atlas出來 我們常常去看 大概就可以知道 另外一個是比較複雜 叫做TW2MESO 這種他就是 列出有12個region of interest 就是說會影響古靈成熟的評估的一些 那個ossification center 就是成古的中心 看他們的成熟度如何 然後跟他們打分數 打分數起來以後看他這樣子的分數 到底是落在怎麼樣的一個年齡 這個是比較複雜 有些時候都還要透過電腦的輔助在做 這種平常我們就很少做 很少地方在做這樣子 最常用的就是這一種GDMESO 他是比較快 比較容易做 但是這個方法就是說比較準確 準確性比較高 再來就是我要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骨頭怎麼樣來生長的過程是怎麼樣的 這樣子你說你們才會了解說 他怎麼時候會變長 要成熟到Pro時期來 他的變化是怎麼樣 我們骨大概有扁平骨跟腸骨 我們今天要注意的就是腸骨 腸骨他的發育就是由 胚胎直起的間液細胞 分化成為卵骨組織 所以最早出來的時候都是卵骨 然後從卵骨裡面才開始就有成骨中心 開始這隻骨頭漸漸的被骨化這樣子 他的變化情形就是這樣子 在出生以前 胚胎的時期這個就是一個卵骨 他是由那個我們剛講說 間液細胞堆積起來 演化成這一種這個卵骨起來 這個卵骨就是我們以後長骨的一個模型 叫做Model 這個Model 這個卵骨在X光片裡面就是透光性的 Radolution的 造起來就是黑黑的部分 黑黑的部分 所以你在胎兒 他還沒有成骨中心的時候 你用X光照不出他的骨頭 超音波是可以 超音波是可以看到他骨頭的 只要有他有一個骨化中心 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有先有所謂的初級骨化中心 然後這裡骨化中心漸漸漫 這裡會形成一個骨髓腔 出生以後開始會有第二骨化中心出來 像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這塊骨如果是這一塊著骨的話 你看他這個 這一片就是屬於這個骨化中心來的 其實這一隻骨頭是這麼長的 是很長的 他的就是這麼長 但是X光片只看到這裡而已 等到第二骨化中心 就是在骨的後端那裡 開始形成骨化中心的時候 就是這一塊出來了 就是出來 這一塊就出來了 在X光片相對的之下 你看這個軟骨的地方 就是黑黑的部分 黑黑的部分 這個白色的部分 就是Radiol Park 就是這個骨化中心的地方 這是從第一骨化中心來 第二骨化中心開始形成 就像兩邊蔓延這樣子來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俗稱的 所謂的生長板 在這個之後 所有骨頭的延長 就是由這個生長板 這個軟骨開始增生 開始proliferation起來 這樣子骨頭才會變長 但是它這個骨頭會漸漸的成熟 成熟到這個所謂的生長板 等一下會講一下什麼生長板 等到這個所有的這個軟骨 完全給它骨化了 這個時候就停止生長了 它沒有什麼生長空間可以了 就像這樣子 這個就是差不多還在這裡 這樣子 到最後就那個停止了 所以我們常常說骨厚 骨厚這個厚就是和後面的厚一樣 骨頭的後端就是骨頭的兩端的地方 我們說骨厚板就是所謂的骨厚板 大概是我們所稱的這個生長板 骨厚板它的活動 它的活動 還有這個骨幹呢 要怎麼樣長長呢 就是說這個骨厚板的這個軟骨細胞 這個軟骨細胞呢 不斷的增生 還有不斷的骨化 它一方面也增生也骨化 使骨頭的長度不斷的增加 這一類的活動會延續到那個成年的初期 這時候骨厚板這個也會被骨組織 來把它取代掉 最後就只剩下一條線 就像這樣子 它就是我們剛才一樣的模型 就是有顯現是骨髓腔出來 成長到最後 你像這個生長板 還很寬厚 還很大 像這樣子 到最後這裡就只剩下一條線而已 所以我們對於骨頭的一些部位的稱呼 在我們說這個骨幹 就是一支骨的那個中間這個部分 我們常常是骨幹 骨後端 骨後端就是骨幹的後面這一端 要緊的就是這一個生長板 我們所謂的生長板 生長板它的英文就叫做Phesis Phesis 常常我們也會稱Epiphesis 事實上這是一個很模糊很籠統的一個稱呼 實際上真的在骨頭的生理學裡面 都會稱它這個部位叫做Phesis 這個Phesis的意思是什麼呢 在那個拉丁裡面 就是Gross Immatric 自然生長的一些東西叫做Phesis 如果用在Pom 就是我們常常Phesis在骨頭的翻譯裡面 常常叫做長骨體的生長部 就是這個地方會有生長 就是長骨體的生長部 我們俗稱常常就是生長板 生長板在實際的那個學名上叫做Phesis 俗稱叫做Gross Plate 有時候也會稱Epiphesi Plate 到成熟了完全不再延長了 完全骨化了 就叫做Epiphesi Line 就剩下一條線而已 這個也許你們常常 有些聽到一些專業的那個 有時候會混亂 會有一點confused 給大家一些基本的那個 像我們剛才講的生長板就是在這裡 這個別的地方沒有的就是什麼 它有Proliferating Cells 有可以增殖的細胞 所以可以延長骨頭了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如果說被這邊來這邊也來 這樣子骨化以後 它就沒有了 它就沒有了 所以這一段叫做Phesis 它的特色就是有一些增生的細胞在裡面 好 那是有關骨頭怎麼樣的生長 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身高呢 有哪一些因素來影響 會影響我們身高的 基本上呢 這個身高的成長呢 是一個相當複雜的那個過程 它和什麼有關呢 遺傳 遺傳裡面又有哪一些的因素會影響它 比如說我們遺傳的話就會想到這件基因 基因 基因 直接我們最大的證據就是說 基因會 控制它的身高的 我們目前發現有一個叫做 就是矮小基因的缺失 有這種缺失的人絕對就是 真的就是很矮小 很長不高 而且它的骨頭的外型呢 X光呢 它有一些特殊的變化 而且這個長骨的這一種樣子呢 也是有一點點 不是很正常 有一點點彎曲、畸形的這種變化 這不是以單一件來講 單一基因來講的影響 但是事實上呢 有很多的影響身高的基因呢 我們就是稱為現在 叫做epigenetic 就是表徵遺傳 這些件是不是影響身高 但是這些件呢 也會隨著後天環境 來給它改變 來給它有一些修飾掉 這些就是 它的周圍環境會影響 他們生長的一些因素 所以說 它的家族遺傳 他們可能有一些比較矮小的基因 會影響矮小的基因 但是後天環境呢 也會讓它不是那麼的矮小 這個現在也很熱門的 就是所謂的epigenetic的 這一種所謂表徵遺傳學 就是說它明明就是這樣子的基因 它也是單一的基因 它也是單一的基因 怎麼它就是長不起來 怎麼它就不會這樣子 就是有environment的 有環境的 另外也發現有可能poly genetic 可能影響身高呢 也不是單單有很多的件 同時會影響 另外要很注意的 除了這個遺傳以外 個人individual potential 就是每個人生長的這個趨勢 大概在每一個階段都不太一樣 每個都有個人它的一些那個 所以我們後天要調理他們 要去處理他們 就是也會因為它有這個特性 所以我們才有這個琢磨的空間 來幫助他們 其實我們在出生開始生長 在受胎開始生長 一直到平子生長 它所佔的這個身高的比例是多少呢 大概三歲之前到Premetta 大概有25%的那個生長的比例 它都25%在那時候長長 這時候呢 它基本上就是受到一個很基本基因的影響 父母怎麼樣啊 他可能就是受這一種基因的影響 然後呢 在青春期之前呢 從差不多三歲到這個青春期之間呢 有60%的成長的這個空間 這個成長的空間呢 它受到什麼影響最大呢 就是所謂的Tempercent 就是說它帶 它雖然帶有那一些的基因 身高的基因 但是它後天環境的影響呢 就對它影響的這個分量就很大了 這個常常就是有這個Tempercent 就是來跟它影響 到了青春 進入青春以後 進入青春期以後呢 就大概沒什麼生長的那個程度就很 就少很多了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要長高的話 要讓骨頭能夠成長的話 大概兩個因素就是讓細胞增多 所謂hyperplasia或者proliferation 讓細胞增多 就是在生長版的地方 我剛才講到的 另外就是把cell size增大 其實臨床上呢 就是以這個骨頭的長長呢 還是以proliferation為主 以細胞的增長 這個讓細胞變大 大概比較有限 你像 骨頭是厚膜 骨頭是厚膜 它的直接作用 骨頭是厚膜有兩個作用 一個直接作用 它直接作用 可能是會讓這個cell size 大起來 但是另外一個間接作用很重要的 就是它會刺激我們所謂的IGFY 這種東西是直接 會讓這個cell proliferation的 會刺激 proliferation的 所以最重要的方法 那個還是這樣子 如何才能夠 我們知道它的原理是這樣 如何才能夠有好的生長 第一個要有充足的女屬於型 這是不用話的 不用講的 另外就是endocrine regulation 有一些endocrine regulation 對這個生長的內分泌 最重要的最主要的還是這兩種酷 一種叫做gross hormone 我剛才講的就是IGFY 這一種是直接影響到 這個骨頭的這個生長 剛才提到生長激素 它大部分都是indirect 間接的 它間接的觸及這種IGFY 這種IGFY 我們早期稱它叫做Somato-Medic 為什麼叫做Medic 我們說Somato Somato就是身體的意思 Medic就是當作中間 當作界 媒界的那個意思 這個gross hormone 它的學名叫做Somato-Trophin Troph Troph 就是促進 促進身體生長 早期的認知都是這樣 它這個Medic就是說 有生長激素 但是沒有它還是完成不了生長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名字叫做Somato-Medic 當作中間媒界的一個東西 要有它媒界才會那個 事實上後來也發現它是直接 它是直接促進control side的那個軟骨細胞的division 它的分裂促進這個母頭的生長 這個IGFY主要還是這樣子 它的作用也很神奇 在內分泌血上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 所以一直沒有把它當作一種hormone 或者規範它是一個hormone 或者怎麼樣 只把它當作一種factor 為什麼factor呢 因為它扮演著有hormone的角色 它可以從liver出來 然後到很遠的地方 到骨頭 它進入血液裡面 進到骨頭 進到生長板的地方 去影響生長板 這樣子的一個模式就是hormone 我們hormone的模式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發現它是另外一種叫做paraclion paraclion就是說旁分泌 旁分泌就是說它分泌出來的東西 馬上就影響到周圍這個生長 它不必到很遠的地方 不必到bloodstream裡面 不必到血流去影響很遠的地方 它直接影響周遭的這一些生長 就叫做paraclion 它就是細發產生的物質 在短範圍作用帶臨近的細胞 等一下有一個圖裡面看